1,2,3,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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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拒绝 如果是被军人或是情职人员给带到了 到底这个人格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們今天邀請了五位明星 來研究這件事情 歡迎 大家好 大家好 軍方或者是情志仁先區分一下 宋朝青的家長是 是哪一位家長 我爸爸 爸爸 對 傅天穎的 也是情報人員 也是爸爸嗎 爸爸 對 這怎麼情報人那麼多啊 那有什麼需要 因為你不確定他們 到底在做什麼什麼面試 他們就說是情報人員 你們電影看太多了啦 沒有那麼神秘啦 這應該是有一些情劇啦 對 一些情球的一些情劇 真的嗎 對 情報人應該家裡都會有這些 是SM 可是...好 所以你父親是告訴你 親口告訴你說他是情報人員的 對 而且他也說 就是在他最後一次出任務的時候 那個是滿轟動香港的 就在香港那個時候 對...他父親被困在香港13年 對 所以當情報人員的時候 會有手下陪在旁邊幫他開車嗎 沒有吧 就叫自己開喔 因為他們都要潛伏啊 所以不會用一幕張檔吧 就叫神秘 2007如果有司機不能吃 對啊 其實不太了得 對 那李志祺 你的父親不是京劇界的名鈴嗎 對 我們是整個 從夜夜開始四代 全部都是非常遠的京劇演員 是 到我跟我哥不成才就 電視電影 對 他們家有個親戚是唱大花臉的 我們家蔡松春 蔡大爺啊 一天到晚跟我父親打台 真的啊 是 蔡松春是你們家的 是我三姑丈 OK 所以就是喝醉 就是婚禮喝醉 就會唱很大聲的花臉 他講話都超大聲 小天 你要不要吃餃子啊 我跟他們全家講話都用吼的 因為你知道已經習慣那個肺活量了 對 我小時候看過 看過令尊演戲也看過 所以我奶奶就覺得他們很孝順啊 因為我奶奶就是有點貼... 耳背 所以去他們家學 忘了兒女好貼心喔 所以你們家是到爸爸那一輩 才變軍人的嗎 整個老家全部在北京 那我們家裡面有劇團 有劇校 那算很旺的旺族 那是家裡還有汽車 那等於就是邀請我們家的劇團 到台灣來演出 那就派我二伯跟父親到台灣 帶著班子過來 帶劇校生過來 然後演出兩個月要回去 大陸淪陷戰爭回不去了 對 後來就是搭班就是到軍中 那就是剛開始軍中雇員 後來慢慢就是也是 反正就是到也是到準位 開始等於是民間的人 被軍方給聘用 後來就變成軍人了 因為那時候就是像跟義工隊一樣 那除了義工隊完了之後 他有話劇隊 有國劇隊 那我父親他們就算國劇隊 OK Vivian 對 我是媽媽 我外公是調查局的 然後我媽媽就是念政戰 那因為為了要念書 當時就是如果想念書 女生要念書一定就是要用公費啊 才能夠不用錢 他就考上國防醫學院 然後國防醫學院最後就簽下那個 就是一個合約 等於是說國家公你念書 然後你醫學院畢業之後 你必須要去 有點像服役這樣子 就要在國防醫學院裡面 擔任軍醫 或失去一些需要當軍部老師 然後也要去木蘭春受訓這樣 所以比較特別是 媽媽這邊是軍人 所以他應該就沒有真的 依過一些比如說 上戰場斷手斷腳的人 斷手斷腳是沒有 對 但是就是在醫院看很多啦 而且個性就比較強悍一點 對 潘若婷在跟我們的老伯伯演 眷村的戲 演對手戲 我看到 他有拍他背 快 要把戲演完還是說 我覺得我們老伯伯 比上一次聊軍人家店 就更老了耶 對啊 為什麼老這麼快 為什麼沒一集 換誰了 換誰 換誰 換潘老師... 所以剛剛聊到說 維維安的媽媽是軍醫嘛 然後就是外公是調查局 所以當初我爸爸 追我媽媽的時候 就是每次來約會啊 因為要先看身分證 才知道說你後面到底 你是不是匪諜 還是你壞人 有沒有前科有沒有結婚啊 而且當時外公 都用調查局的信封寫給我爸爸說 跟我媽媽交往的時候 不能有婚前性行為 不能怎麼樣... 然後你知道那個年代 才收到調查局的信封 是全家會瘋掉那種 OK 潘教練 你的家裡... 那個爸爸 爸爸是... 搞政戰 對 所以比較跟那個不太一樣 所以都是橫角色耶 你爸爸是偉人耶 沒有啦 他做了一件很值得大家尊敬的事情耶 沒有...不要 你講的是那個科治那件事 你跟他講一下啊 真的...真的很棒耶 我今天才碰到他 我跟我爸講那個事情 所以爸爸把我罵一頓 他說這個有什麼好提的 因為其實在那個時間 那四個字我們小時候看得很熟耶 那四個字是總統寫的字 他們那一班只是就負責把那個字刻出來的 對 所以他是專門做這樣 爸爸以前的工作就是文藝工作 所以你爸爸參加把烏旺載舉 四個字刻在那個山上是不是 那個是一片...一個石頭 他們只是那個班去把它們刻上去的 那爸爸不是只是做那個 他還有... 他今天跟我說 他說他在... 古丁頭大戰的時候有一些畫 就是我們那個時候在特別的... 好像是在... 他不會這樣子不要講 結果你還要講更多 不要...古丁頭那個畫 你講到來之前 因為我...我只講正直... 這個是...這個是他的畫嗎 對...這是爸爸畫的 你爸爸畫的 這個畫現在在忠烈池的 我們的軍使館裡面 哇... 而且是前幾天 爸爸的朋友去看到的時候 回來說你的畫現在還在那邊 哇... 爸爸是偉人耶 對... 這我們小時候... 還是... 麻煩還個禮... 老人家在行李 那邊那個...在行李 爸爸說過一定要敬老尊賢 爸 我做到了 所以... 那個烏旺再舉四個字 那時候就很多人上去把它... 對 其實那時候很多 並不是他一個 他們只是他負責那一班 因為在那個時間在金門 爸爸是專門負責這些文藝工作 好不好 所以從事軍人當中的文藝圈的 對... 也是很嚴格嗎 嚴格喔 他嚴格...他太嚴格了 他對我的教育方式好像... 因為我又是家裡的獨子 我一直覺得可以... 可以很舒服過日子 可是他不會讓你這樣覺得 一天到晚沒事就要禮儀廉恥 就被禮儀廉恥 就做錯什麼事 就是跪在那邊畫一個圓圈 就是不准開那個圈圈 要不然就是對著國父 那圈圈有這個印章這麼大嗎 那個圈圈比這個再小一點 畫了圈你... 他又不可能一直盯著你看 他會盯著我 我爸爸會盯著我 他會... 譬如說他的書房在那邊 他把圈畫在這邊 所以當我跪在這邊的時候 他是可以看得到的 然後他常常就是 如果我跪一跪 譬如說我如果這樣跪 然後我跪我會這樣 他那個毛筆就這樣 就射過來了 那個筆就會射過來了 而且他爸很厲害喔 他爸有拿槍直過他喔 你爸有拿槍威脅過你嗎 那個是這樣 那是... 因為小時候... 我跟你講 他今天碰到過他爸爸 所以他心裡面有機會 對 你好像去做我們來上節目前 都跟我抱背哭 我今天因為爸爸特別趕回來嘛 我把他字畫拿出來之後 其實基本上我不敢讓他知道 我跟他說 我去他弄吃水餃 我把他去買一個水餃 叫他出去吃 我就自己趁他去吃水餃 我趕快回來把字畫拿回來 放車上 不敢讓他... 我沒有偷切 我自己家裡有偷切什麼 沒有辦法 我沒有 這個小偷切 會 誰偷切 沒有辦法接喔 我知道 我們做人一定要乾淨啊 我知道接得起 我沒有... 看爸爸是拿槍指著你的原因是什麼 是兩次 一次是因為小時候就眷稱嘛 小朋友就是大家有時候 叫你出去打架了 然後不敢來家裡叫 因為他知道我爸爸都很兇 他在我的屋頂丟那個石頭 咳咳咳咳咳然後想 如果說聽到他兩聲就表示 我們要從後門出去 我就覺得已經準備好了 很高興就準備出去 我幫他站到後陽台 就是後門 槍就拿到那邊 你跑嘛 他說你跑啊 你這個旺八蛋 你沒出息 你一天到晚跑 你跑什麼 你去打架 你去試試看 你試試看 這是一次 還有一次喔 大家這樣講的時候 你要立刻認錯嗎 當然認錯啊 因為那時候就怕爸爸 需要下跪說爸爸我對不起你啊 是不是要這樣子 是沒有 就怕就會抖啊 以前那個時候 你又沒有子彈 可是你可以跟他說 你又沒有子彈 我不敢講啊 我不敢這樣講 沒有不要這樣拿生命開玩笑 沒有子彈 我就不敢這樣講 所以不可能發生那種說 有一種你就把我殺死那種話嗎 不能講 不敢啊 以前那個時候 那個年代 誰敢這樣跟父母親頂撞 沒有人敢 沒有人敢頂嘴的啦 但是有第二次 他指槍對我的時候是比較好笑 就是那時候我數學考兩分呢 他說 我們參加一次 一迷都回在你這個王八蛋手上 他就這樣講 他說你什麼 隨便猜那個猜個五分 四分也好 你猜兩分 兩分我實在是沒辦法 兩分不好猜啊 他氣了 不好猜對不對 我一直覺得他氣 拿了個槍你給我考兩分 我真是對得起我們的祖宗八蛋 他就夾了夾了 他就說 他對著他然後對我自己 他對著他 他就一邊比下一邊走 那船人兵在旁邊就一直笑 所以那一次會比較好笑的 你看那時候是很嚴肅 他很帥耶 對啊 而且他真的很鷹鷹 對 鷹鷹的感覺 對 他很像 古時候的人那種感覺 他現在年紀的照片 看起來有點像那個 旁邊那個達賴喇嗎 是 像夫婦的感覺 旁邊那個是你嗎 那個是國一的時候 是你 像你 你沒有到西藏 真是可惜了 快了... 所以你當時的情緒 是很害怕正經為座是不是 對 那個時候做事 就要做端正嘛 你跟你爸輪廓還滿像的 真的 小時候我這樣 爸爸很帥耶 是 所以你跟爸爸拍照 是不能這樣夜的嗎 就是一定要這樣做好 沒有 那個時候 沒有人拍照是這樣 沒有 不敢 就坐在那邊這樣 然後立正嗎 這樣笑 你如果笑 笑得很大 笑什麼 嚴肅點 對 你好像小時候看電視 也不能笑對不對 不是 不能 對 那是因為 看無敵天金剛 那時候很開心嘛 對 一定會話叫 笑得很大聲 他那個就是廣告顏料那個 碰 啪 就丟過來了 吵 所有鄰居都在停 你吵 你有沒有功德心 你有沒有講一大堆 哇 我只是看個卡通 對 你爸在這樣 怎麼啦 怎麼啦 笑風寒了 他在那裡外套 喝個熱湯 喝個熱湯 薑茶 在附近 他會彈吉他 好朋友 這麼嚴肅的人也可以唱歌嗎 爸爸會彈吉他 彈吉他唱軍歌 臉還是沒有效 對 怎麼會這樣子 彈吉他怎麼唱軍歌啊 他臉好... 他在唱什麼波音琴歌吧 他以前是搞一個Band 在義工總隊 搞Band 那就很輕鬆啊 他... 我不知道他可能 也許對別人的感覺是很OK的 所以他的朋友都覺得他是個老好人 可是他對自己的兒子 他特別兇 所以他唱歌之後有相應嗎 沒有相應 爸爸歌唱得很好 所以以前他叫我唱... 以前叫我唱紅豆詞的時候 他唱得非常好 另外幾位都有因為加入演藝圈 被反對嗎 沒有 有 反對人 有 所以你爸反... 反對的原因是... 我爸爸因為我們以前... 因為我爸是南京人嘛 然後我們在鄉下那個時候 就是南京那個時候 我爸說 因為我們... 我們家鄉有個話講說 不能... 不能做洗頭的 不能做... 就是幫人家擦鞋 然後第三個不能做戲子 那個時候是... 是說戲子嘛 所以那個時候我13歲要入行 要做模特兒的時候 就是... 其實我在一個很... 兩極化的家庭裡面 因為我媽媽是原住民 我媽又特別愛我... 我去唱歌跳舞這樣子 然後我... 我爸爸又是軍人 我爸爸就是不准女人... 拋頭露面那種 然後... 我從小就是被灌輸 你以後要... 你要開始唱歌跳舞 然後另外就告訴說 不准拋頭露面 他們兩個都吵翻了嗎 他們兩個自己... 對啊 他們吵翻了 媽媽應該不敢跟爸爸頂嘴吧 媽媽敢 媽媽怎麼不敢 現在我爸爸還跟我媽媽開玩笑 他說... 然後我最怕你媽媽的就是 後面一落人的 後面就一走三的人出 他做過一件很誇張的事 他喝醉之後 把他爸媽叫進來訓話 你超讚喔 你瘋了耶 沒有... 那個會沒有被槍斃啊 贏了 沒有...那個實在是因為 真的贏了 那一陣子... 壓抑太久了 我們家其實我父母親 都是一個非常非常開明 而且民主的教育我 所以聽完... 聽完薇薇安跟那個潘老師這樣 我覺得我非常非常的幸福跟幸運 他們那時候身體不太好 然後夫妻兩個人就會 有時候會有口角 我父親因為後來在連勤的時候 他負責全國的炮彈試射 就是所有的 我們國家做出來的炮彈 他簽字才能...才能過關 那裡包括也是偉人耶 也沒有...也沒有偉人啊 那個炮彈也不長眼睛啊 會試射 那炮彈有一次 那個整個坦克車炸掉 裡面阿兵給... 然後整個他那個腿 裡面還有整個炮彈砸 就是... 就是... 因為他簽了那個導致的一枚 他被射了一枚飛彈 所以...所以我就覺得 他們兩個生活太ㄍㄧㄥ了 因為我小時候在我印象中 我的父母親都是非常非常 幽默風趣的人 那時候有黃金 舞寶 那個張飛 寧敏然那個時候 他們一開始就會在那個舞台上面 跟...大家好 這樣 對... 我爸爸你就會看到一個 穿了一個... 海軍軍服的一個軍官 然後全身白色 通通到了大禮服 那開了門以後 大家好 然後再把衣服掛起來這樣 他會耍寶 對...他其實會 然後他...他很愛說笑話 說歷史故事 就那陣子他們... 大概是因為身體不舒服 年紀大了 所以就是有些壓力 所以那我自己喝醉了回家 有時候我就...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就突然到我爸媽房間 我說... 爸爸...爸爸... 老人家對不起 來...錢...錢... 其實喔 人生就這麼回事 人...活到人生七十古來心 你們現在你們都已經七十多了 對不對 在以前你們現在就是死桑耶 真的 何必呢 我們人其實應該獲得 我就是啪...人生 你不是教我嗎 從小教我做人要對別人仁慈 要有慈悲心 爸爸應該在掏槍了吧 趕煩了... 好力的作力難安喔 對 像你爸爸寄把槍 那個時候早閉了 我告訴你 對 寄把槍閉了 可是他們就聽到六點 後來是因為早上要去運動了 他們突然我爸實在忍不住了 我覺得 他就問... 你累了吧 酒上頭了沒 我說... 對 有點頭昏 好 那你趕快休息吧 好... 那我們先出去逛逛 他們兩個脾氣這麼好 他們兩個脾氣非常非常好的人 等於是被你整耶 他們兩個 對... 我覺得潘若姐會很羨慕你 教訓你父母親 因為他都是... 你每天是一小時被爸爸訓話 對不對 對 我們也是啊 因為他那個時間是... 譬如說他要... 他規定你一定要吃完晚飯 看完新聞之後你才可以出去 然後他那個時間 他會就開始跟你講話了 你今天做了什麼東西 你今天做了什麼東西 你應該怎麼樣... 我告訴你 你今天回來的那個時間 你就不對了 你應該在什麼時間回來 把什麼事情做好 你不應該這個樣子 你看看你的家庭聯絡部 講了多少次 你應該蓋一張簽名的 你為什麼不拿過來 就每天這樣唸喔 每天就這樣唸 可是每天... 每天的訓話主題是換的嗎 會換... 他會換 然後都不會重複嗎 不會 我爸爸還在搞政戰 他太了解小孩子心裡面的 他...他好厲害 所以什麼談戀愛什麼 他都會拿來當主題 給你遜一番是不是 那個時候是戀愛不敢談啦 到時候他教育的過程 有很多是那種很怪異的 非常...非常怪異的 他訓練你的膽識 他不要你這個... 做人...不要一天到晚 怕這個怕鬼 你沒出息啊 什麼... 他把他的宴臺放到墳墓堆裡面 他要我去找 哇 精采喔 我一早 我爸爸... 他喜歡釣魚啊 我還記得有一次他去釣魚 可是我以前家裡住的那個地方 是就現在的南港國宅 我們知道南港國宅 以前整片山... 整片都是... 整片都是坟嘛 第二公墓還是什麼 他要...他每一次要去釣魚 他要越過那個坟到外面就是 現在那個連勤總部裡面 有一個池塘 他會在那裡釣 他要我七點鐘送飯過去給他吃 我七點鐘的時候我在四年級 要經過那個坟 以前那個坟沒有現在規劃得好漂亮 還有公園 還可以放音樂 沒有紅燈啊 以前那個時候沒有耶 很可怕耶 所以你真的很... 你真的很怕鬼耶 我怕啊 那個小時候 什麼...哪個不怕 怕那個便當送過去 回來到現在只剩白飯了 你知道嗎 跑了那個... 掉了一地都剩白飯 七的我爸... 白飯上面插筷子插兩個東西 你怎麼插那個筷子 對... 筷子插那個筷子 對... 他爸很喜歡製作... 電視製作人 對 所以你敢跟你爸講說 爸 我覺得我今天好像被鬼壓床 我不敢 我有一次 我小時候是真的 你知道常常有時候小時候 我可能是真的碰到 或是真的有亮晴 你就...哇 好怕 就敲我爸幫忙 就敲我爸我怕 我鬼...我怕鬼 他在房間裡面大罵 就這樣子吧 去睡覺 你還好沒有開門 因為你開門就發現你爸也在動 你吐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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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覺得很奇怪 他去放電台的時候 因為那個死命我是沒有完成 結果我就哭著回去 我說爸 我真的不敢 我找不到 怎麼知道 他就帶著我去 你怕什麼 他說 你看他人躺到這邊都跑不掉 他說人躺到這邊都不會跑 你可以跑嘛 就是他不會跑 你可以跑 你怕什麼 你有什麼好怕 然後他說他不怕喔 我以為他覺得說那鬼怪 他都不要相信 可是他放燕台的地方 他就放在人家那個怨旁邊 他就拿那個燕台之後 他自己還不是在那邊 對不起喔 你自己還是拍了一下 我只是那時候 我自己也搞不懂說 你為什麼要這樣子 但是他是訓練我的方式 就說你不應該怕 他有點擁我 就是他有畫過一個名 去參加歌唱比賽 陳彼得是不是 你怎麼會叫陳... 不是 有個真的陳彼得 不是 因為那個時候喔 以前有一個東西 一個卡通人物叫 一個叫彼得潘有沒有 我想說反正其實他姓潘嘛 那我不能用潘 我就把彼得來用 那那個時候 好像左右鄰居朋友 大概姓陳的都比較多 那出去外面比賽 有沒有唱歌 跳舞啊 怕爸爸知道啊 就改名換姓 戴黑墨鏡 戴帽子 爸爸自己搞得 圖了跟鬼一樣 就是什麼樣子認不出來 可是隔壁的伯伯認出來 就告訴我 欸 彼得潘 你看看那是不是你兒子 我看得好像是你兒子 我爸看著也不動身子 回來之後就馬上一進門 你跪在這邊 我們彼得他姓彼 你是不是姓陳啊 你到底是幹什麼的 就直接給他認出來 就是反正想盡一切方法 就是不要讓你去參加這個什麼 他覺得你應該去好好念書的嘛 你們可以唱歌 跳舞 你這麼幹什麼 所以你現在突破敢在他面 跳一些熱舞嗎 現在敢了啦 現在是他覺得有點... 你趕快說 會敢嗎 我不敢... 槍面拿出來了 我捨你 我很想看你去他們家 逗他爸爸 我家爸對付不了你 他爸爸現在跳舞 現在是80歲了 對啊 你看那後面那個樂壺有沒有 後面那個是... 所以劉長把爸爸 現在已經完全接受了 那個時候他本來不能接受 後來其實他知道 我的工作環境之後 他就沒有在那個 他有去看過你 教人家跳那個... 有看電視看我的VCR 其實... 他應該很火大吧 其實我在這個環境剛開始的時候 他是完全不認同的 完全不在 他告訴我 他說你不必告訴任何人 我是你的爸爸 就是這樣 你不必告訴任何人 我那一年 我2002年 我拿了全亞洲的獎 我從香港領獎 打電話回來告訴我 說爸我很辛苦 我得了一個獎 那我辛苦了這麼多年 我沒有讓你死亡 我真的拿了一個獎 他在電話接頭告訴我說 他說你什麼都了不起 你驕傲什麼 你拿一個全世界的獎 你還是要回來叫我一聲爸爸 他有電話給我掛 五分鐘之後 我阿姨打電話來說 你爸爸去告訴全村子裡面 說他兒子得獎 其實他是這樣子 他很愛我 他只是不願意 嘴巴上就是不願意 所以我沒事當我小時候 像我看到那個黃飛鴻的 那個小說的過程 當他去走在路上 牽著他爸爸的手的時候 他爸爸把他甩掉 我告訴他說 其實那句話 對我來講印象很深 我曾經牽過我爸 我爸還把我手拿開 幹什麼 男孩子要 男孩子的樣子 就不讓我牽 我或者朋友問我說 你最希望 你可以跟爸爸說什麼 或得到什麼 我說我什麼都不要 我只要爸爸可以抱我一下 然後或是我抱他一下 他不要幫我推開 我就夠了 現在你可以抱他了吧 現在可以 我今天來之前 我說爸爸我今天去上康熙 那我說我會講 但是我一定要告訴你 我想抱你一下 然後 你不要把我推開 然後我爸就不講話 我就偷偷過氣 稍微拉著一下 然後我爸還這樣 好啦 夠了 好啦 夠了 我想我兒子啊 老爸 老爸 你的頭都脫了耶 一個人像相情最無聊 老爸 你們先...你們先錄啊 錄完就陪我 他如果你就應該現在硬抱你爸爸 對啊 他抗拒不了啊 你就在他臉上親一下這樣 對啊 我親一下我是不敢 這個我是想都不敢想 但是我知道說 現在他給我的感情就是 譬如說他會支持你 做一些什麼樣的事情 但是他已經不會再像以前 這麼樣的硬了 他不會說 我今天一定要你怎麼做怎麼做 所以我在這一段時間 當我受到委屈 好比說像公司這個 一個倒閉的事情的時候 他沒有責備過我 然後他只告訴我說 他譬如說包括 我最近要跟一個新的團隊合作 他在跟我說 你不能再把所有的心 放在你的演藝工作 你應該要在你的工作本分上 我說其實爸爸當初我堅持的 在我的工作領域裡面 我一直都是堅持這一塊 我沒有變 只是現在這個環境是因為 可能是因為沒有工作嘛 所以就是總要有一點點收入 所以我們才上上通告 好 那請問你父親會看康熙 這種開玩笑的節目嗎 爸爸從來不看綜藝節目 但是如果隔壁的伯伯會跟他說 如果你又上什麼 他會轉一下 對 阿姨有跟我說 你爸爸剛才有轉一下轉一下 他有時候會講說 就是他始終不要告訴我說 你不要老是講我的事情 他說你講我幹什麼 他說你不是靠我吃飯 他說你不要講我 你因為講我 你就可以賺這幾個錢 他是這樣 那你在節目裡講很爛的笑話 他也會笑嗎 會罵 因為我們是... 因為有時候我們是什麼用語啊 或什麼...什麼靠啊 或什麼... 爸 我跟你講 我靠什麼什麼 靠...什麼靠... 就是會講說你... 其實講話你不應該這樣子講啊 你想要聽冷笑話講什麼 所以你們混蛋這兩字都是出口 對... 而且講話要很尊重別人 對 我想說就因為跟一個伯伯 我那是第一次聽到混蛋這兩字 其實我覺得他是好玩的 你這個小混蛋 很肯俏皮 我就回頭 你這個小混蛋 不是 你可以講我 我不能講你喔 尤其前一陣子 對啊 就就是我們家 尤其前一陣子 我們不是很喜歡講 這個好屌 這個東西真的很屌 對...不行 你真的彎了 我曾經在家裡順口說 爸 他叫你查國語詞典 查出屌這個字是什麼意思 然後叫你發行 然後會是什麼之類 我爸就說對你 他說你什麼屌什麼... 你怎麼會可以把這樣的話 這樣的東西拿出來講 所以你們五個人的家裡只有 李志祺你們家是從小就跟演藝圈很熟的對不對 而且我父親 那我剛剛講過了 因為國劇隊還有話劇隊 那其實話劇很多都是後來老演員 就現在資深演員 那都認識還有很多 所以你爸爸應該很認同你就當演員吧 他也...他不管我 他不管我...他反正你們... 你們反正不會念書也就算了 那他有操你們體力嗎 因為他自己是武士 小時候有跟他們練過功 有練過功 那練功 剛開始練功那時候反正就是 身體太差 跟那個路光俱孝 一塊練功 這是我第一個... 第一出電影 你在哪裡啊 中間那個 我是右邊那個 他怎麼會是中間那個 就很純熟的 這個時候是國中的時候 你在右邊 我在右邊 另外一個李智希 OK 一個文屈心 一個武屈心 我們演的這部片叫土地公 是古明倫最後的一個戲 那部戲 還沒拍完他跳樓是啥 所以爸爸會對你們的演技 發表意見嗎 會 他有時候會看 看完之後 你拿拿應該怎麼樣 你眼神應該怎麼樣 他會講 他會教你們嗎 小小的點一下 你看他現在講話手勢 他已經習慣性 你小時候 我告訴你啊 你可以記住了 好 是不是 對 以得以得以得廣 有沒有 對... 對喔 你他爸有出一個顯英招 我還覺得滿好笑的 什麼 顯招啊 硬是把那個零錢 弄在地上 那個是他要你誠實 他習慣一些晚上 看完新聞吃完東西之後 他會叫我說 他說派對 就把客廳的桌子上整理一下 報紙弄好 他的茶杯拿去洗 那他的客廳 我們家客廳是對著我的房間 所以我會知道 所以當我出來的時候 我會在房間裡面 偷看一些什麼漫畫書 可是我也怕他知道 所以那個門縫裡面 也可以看到客廳 我去看我爸在灑東西 他在丟東西 可是我當初不知道是什麼 我只知道 不要讓他衝進來開門的時候 我就會發現我看漫畫書 他說派對 這個東西弄好 客廳整理完整睡覺 就趕快觀眾睡覺 好 我就整理客廳 我整理客廳的時候 發現說地上有五塊錢 十塊錢 五毛錢 兩塊錢那種 就是有一堆零錢 我也不 我是不以為意 就是我想 第一個我做兩種處置 一個就是我把它都收好 放到桌上 第二天這個 這個可能什麼事情沒有 那因為我在二十歲之前 爸爸不給我零用錢 他會讓我用一些其他的方式 去拿到這個零用錢 他給我零用錢 我想是這樣子 他丟了 譬如說他丟了十塊錢 十五塊錢 我拿了五塊錢 我把十塊錢放回去 五塊錢我就到學校 就可以買東西吃了 第二天 第三天 他告訴我 千田在地上那個千 少了五塊 少了五塊 然後我也講不出來 爸 我就拿去吃掉 他就一鍋貼就過來 以前爸爸好喜歡打人 是完全不講的 而且我爸還有一個很賊一個 我記得一個這樣 他每次這樣 一過來 我會這樣 我就擋嘛 他一直這樣 我就習慣性 就一定會擋 後來他就這樣 爸 這招厲害 所以你們對 我早上都是被爸爸臉的 你知道嗎 對 我就開始 我現在這招我又這麼厲害 而且爸爸一定都是 他說 啪 這樣 他說 啪 你以為我不知道你想幹什麼 他就比我厲害這樣 那他為什麼要把錢 撒在地上 好 他撒在地上 他說 那錢啊 我說 我說爸 人家學校吃掉了 他說 你這個傢伙啊 失禁不媚 不義之才捏 什麼 他認為 他很喜歡講這些事 他說 你不成熟 這個錢你怎麼可以拿 你怎麼可以拿到學校去 你要拿 你要跟我講 你怎麼可以不講拿到學校去 我現在講 爸 你是你獻我一不義耶 昨天拿你三天後才跟我要 我早吃掉了 我這種 我小時候 因為我也要學校裡面買了 要生存 我想要吃嘛 所以我就沒辦法 我就拿著 他就會罵我 你這是 你不誠實 你一看你的家 你彎了 你一輩子都彎了 就是你不誠實嘛 經常就搞這種挑戰人性的 對啊 憲女福利啊 維維安的媽媽 曾經鼓勵她離家出走 對... 其實我們家比較妙就是 因為媽媽嘛 妳媽媽是女強人 對 是女強人 我記得我媽媽 妳爸爸是做生意的 對 做生意的 我媽都說 人家是男兒當自強嘛 我們家是女人當自強 就是在我國中的時候 有一次往回家五分鐘 因為他會算我的那個程 就是車程 他就問我說 你為什麼晚五分鐘 我說沒有啊 我到李同學家去啊 他就知道說可能有喜歡 去幫他們家收了一下晚盤 我媽媽就跟我說 女兒當自強 我養你這麼大 不是讓你去收晚盤 他媽媽曾經把他爸的錢 撕成兩半 對 就是譬如說爸媽就是當年啊 爸爸剛領了薪水 然後兩夫妻就在討論嘛 那錢當然是歸我媽管 因為女人當自強嘛 結果我爸爸不小心講了一句話 意思是說 這筆錢是花到哪兒了 我媽站起來 然後把錢撕對半 就這樣了 觸動她的哪一個... 因為他覺得你... 不信任 不信任 我管他已經這麼辛苦 你怎麼會這樣講 然後我爸爸就很舒辣 把錢撿回來用交代也好 所以你們家是你媽做主喔 對 就是我爸爸是經濟主要來源 但是我媽媽都是一切做主 所以他後來叫你離家出手 是為了對抗什麼事 離家出手是因為呢 我爸爸希望我去念那個 就是什麼教會學校 然後將來長大以後 什麼什麼時候 就一路這樣子走 那我那個時候 是很想念四星廣電科 所以呢 我跟我媽媽商量以後呢 我爸媽就是兩方意見不同嘛 我媽媽就說 好 這個事沒有關係 我們來設計離家出走 就是呢 我可能先到我好朋友家去住 我媽媽就假裝我離家出走了 然後藉此來對抗我爸爸 後來我離家出走 大概兩個多禮拜 我爸爸就答應讓我去念四星 而放棄本來考上的日期 兩個禮拜還滿久的耶 對 其實我覺得我爸 到第二個禮拜已經知道了 因為他離家出走的方式是 一出去就 對 就是我離家到朋友家嘛 然後中午就回來吃飯 然後晚上回來吃飯 對 但是我爸爸回來的時候呢 我就到朋友家去睡覺這樣子 只有躲爸爸 對... 爸爸是看不見你 而且我媽媽非常強調 就是女人一定要當自己 那妳爸爸這輩子 就很怕妳媽媽嗎 非常怕 所以妳媽口頭禪跟座右銘 就是女人當自強 對 不管我做任何事情 譬如說 我今天如果有幫男朋友洗一個碗 他就會罵我 他會說 其實洗碗不是妳該做的 妳該做的事 就是為社會做點油 說得好 對不對 真的... 而且我還記得... 還在喔 還在 而且... 爸 妳可以跟媽媽做個朋友 一直到前陣子我跟她說 媽 其實我有一點不想結婚之類的 我媽就說 沒有關係 女人當自強 妳只要有錢 有房子 有朋友 偶爾有個男朋友 妳可以不要結婚 妳媽會不會害妳情婦變得很不順 妳不是40歲還嫁出去嗎 然後就是 死不行 他有... 他有很帥的男友 就被他媽平倒 對 之前有交過一個男朋友 那個男朋友就是 什麼都很好 也很帥 但是他家裡環境不好 那家裡環境不好 並不是主因 主要是說他們家 還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但是我一心瘋狂的愛著他 我就決定嫁給他 把他所有家裡的債都還掉 而且為他生孩子 我當時是這樣想 那我媽媽沒有阻止我 她就跟我... 長談了一陣子以後 她跟我說 她建議我去她家 看她的那個衣櫃跟冰箱 為什麼 後來有一天呢 我就真的到他們家了 然後呢 我就打開他們家的冰箱 其實那一剎那 我有點了解我媽的意思 因為呢 一般我們正常冰箱 是不是就是雞鴨魚肉 然後什麼飲料之類 那他們家冰箱一打開 食物是壞掉的 然後蛋糕是切一半的 那個大哥的小孩的零食 吃一半在那邊 他的生活品質是不OK的 妳本來就要去拯救他們家 對 那時候我媽媽可能是想要 讓我體會一下 那當時我還不覺悟喔 我又去看她的衣櫥 我就瘋了 因為正常的衣櫥 是不是有乾淨內衣褲 乾淨折好的什麼之類的 可是他們家的衣� 亂成一團 然後內衣褲 可能大嫂二嫂的 什麼幾天沒洗的 然後誰的小孩全部堆在一起 然後那個舉動其實有讓我嚇到 就是讓我意識到說 其實我如果嫁給他 我們的生活品質差很多 後來事實證明 我跟那個男的真的越吵越兇 就是因為錢跟價值觀 他小時候還會 聞大人手上有沒有味道 你這個是老謀生算 煙喔 對 就是因為那個 小時候父親就要教育我們就是 你隨時要有禮貌 然後你要察言觀測 對 待客 那怎麼吻呢 是把臉湊上去吻嗎 沒有啊 你就有偏偏來的時候 你就開門啊 小孩子一定要去開門 家裡也是我一個 我跟潘老師一樣 家裡就我一個 就是你開了門以後 然後呢 孔伯伯好 或者王伯伯好 王伯伯好 然後呢 你就要牽著他的手 然後說 孔伯伯請坐 真的嗎 這個時候你就 就可以問他有沒有抽菸 誰給你握手去問他什麼 王伯伯你好 王伯伯您真好啊 王伯伯您好得不得了啊 你們鼻子能那麼差勁啊 那你聞了有菸味代表什麼意思呢 待會兒他要抽菸的時候 你跟他講說那抽菸的時候 你第一時間他要拿菸的時候 你把那個菸拿給他 錯 要在第一時間之前 你就要看到他已經有動作 要去拿菸了 所以當他手伸過去的時候 正好菸送上去 你這種行為 根本就是為了貪小費嘛 那誰給你小費啊 然後那誰的茶沒有了 就趕不去倒 只有在家裡那種 眷村媽媽那種茶都會打牌 我要去人家家 然後一個小朋友 我手才一拍 他就把菸塞進來 我妹妹想喝杯高檔就 我... 只有我... 你幹嘛 我只想喝杯酒 你幹嘛 這樣你還能不給小費 成功去發展 他有動怒到要打你 還是要叫你離家... 就是叫你滾出去 其實他動怒打我是 就是在我十三歲那一年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是因為好奇 就是同學啊 就會...就是... 說我來畫場 畫到... 不要放棄... 我們去談話節目 好久 時間很多 妳同學慫恿妳去跳舞 對 朋友 同學啊 就跟他去的時候 大概是兩點多 差不多三點多的時候 我就看到他人不見了 就在那個舞廳裡面不見了 後來我就被丟 丟在那個舞廳裡面 然後到... 但是我想說糟了 那我也不知道怎麼回來 我根本不知道 因為我從來沒有出過三條街 我就在舞廳裡面啊 就... 找了一個還蠻順眼的一個人 一個人 看起來不像壞人 對 看起來不像壞人 就跟他講說 可不可以請他帶我去... 去做公司 我要回永和 我那時候住在永和嘛 然後回到家的時候 就已經差不多七點多了 就...其實我的門禁 是在下午五點 所以為什麼想要速度要這麼快 七點多不是很早嗎 對啊 可是我的門禁在下午五點 午廳有開這種下午場啊 下午場 那時候地下午廳 流行的以前那個時候 你就是說一定要回家吃晚餐 就對了 對... 七點到已經不行了 然後那時候一開門的時候 因為我回到家了嘛 然後開門 然後我哥就跟我講說 你是不是去舞廳了 對 他怎麼會知道 你怎麼會知道 我心裡想 怎麼會知道 他說那個誰誰誰 打電話來說 你跟他去舞廳 你同學害你 撩壁啊 好像你是... 你是搶了他的男人吧 是 沒有 那是十三次哪裡懂啊 結果我爸爸那時候去打麻將 然後後來就回到家了 不然我哥就... 第一句話就跟我爸講 我妹妹他今天下午 跑出去 然後去了 你哥幹嘛要搞壯 你哥如果不講話 你OK是不是 一家人都是廖肥啊 真的是 情報人員是守口如瓶耶 那個烙印烙在身上 都不能講出來的 就是最後的結果是 有 就我記得那時候 八點多的時候 就差不多八點多 我爸回來的時候 他是拿著一個 就...他在餐... 就好像在客廳裡面嘛 他就隨便找了一個棍子 差不多是跟那種小時候 我們那個小學的 那個椅子那個椅棍 四四方方的 他一抓起來 然後就說 你給我滾下 我馬上這樣子喔 然後我這樣 我... 然後爸爸就跟我講說 你是不是要給我變快 就這樣子 很大聲都這樣 我說沒有啊 爸 沒有... 你給我去舞廳幹嘛 然後就這樣 開始喔 打了沒... 沒有 講完這句話 我爸 我沒有 就這樣子 這個一個棍子就打了 往身上打 打了就打 打了就打 打了就好 真的 很痛耶 你知不知道 我們節目也差不多 都是一個一個 對... 現在還是看我們節目 在以前眷村的時候 那個棍子不打下去 你就永遠沒有結束的時候了 可是我是女生耶 軍人會打女兒很奇怪的事情 對 以前妳是直接打的 那個根本不問的 可是軍人不太打女兒的 對... 對... 女人會比較重一點 可是兒子根本沒有講的一滴 兒子就被打了 可是那個... 你自己沒有被打啊 其實我沒有被打過 我被打過一耳光 我... 我記得我那時候在 好像幼稚園的時候 幼稚園 幼稚園的時候 耳光有點太重了吧 反正因為我... 我父親他武生嘛 從小練武 那我忘記跟他說什麼 反正就是我不要還是怎麼樣 他說你不要 你再說一遍 我不要 啪一耳光打過來 那一打... 他其實他很... 打完還後空撐 然後他車搬進房間 其實他很輕的一巴這樣打過來 可是我滾... 滾到就是... 滾到貼的牆 因為你很小吃啊 對 那... 我媽一看也嚇到我 然後我媽就說 她說我來 因為你們兄弟倆 好像是早產對不對 早產 因為我七位就這麼快 對 才一千多功課 我是一千四百五十功課 當時他們有被... 基本上活不了 你說是有被國防部長下令搶救的 對 因為那時候我父親非常的紅 那... 因為我... 我母親在三軍總醫院生我跟我哥的時候 那醫生就在外面寫那個病危通知單 就說你的兩個孩子活不了 因為那是軍人嘛 後來有一天余...余大為余部長 就是那個時候的國防部長 對 知道這件事情 他就直接... 讓他那個... 然後你打一個電話 下一個紀錄過去 李環春的兒子 李環春為三軍楷模 他的兒子不准死 所以之後我們就開始打補針啊 然後開始就是放在氧氣箱裡面 都OK 硬把你們兩個給補回來 對 補回來 你有什麼事嗎 你有什麼事嗎 我妹妹打粉底要醒鼻子 不好意思 可是這樣就只打過你一次 所以你其實應該還滿養尊處優的啊 對 那其實我們家教是非常非常嚴的 因為第一是軍人子弟 第二是黎原子弟 對 那黎原子弟 他們感覺很誇張的是 他們家女生不能同桌吃飯 沒有 就是老家就是在北京的時候 你說同桌吃飯只有能夠是奶奶是不是 同桌吃飯就是爺爺跟奶奶 就是這一桌只有奶奶在 是女生 然後其他所有的兄弟什麼坐下來之後 然後就是下人伺候這樣 對 那女生去哪裡吃 女生是別桌 女生就是小孩跟女人在別桌 而且軍人都很care就是說 你只能吃你眼前那道 就那些菜耶 對啊 微微說好像 有家也是啊 就是說比如說現在大家都在吃飯嘛 然後小S前面有一盤魚 我很想吃 但是我不可以去吃 因為他離你比較近 他是你的 不是我的 而且如果我用手跨過去 或是我站起來咬湯 不過喝 對 這個就是不禮貌的 可是那個魚照理說是煮給大家吃的啊 除非要這樣轉盤子 而且比如說我們現在講到現場十個人 結果來了一個蛋糕 然後我們一算 居然是有九個蛋糕 一定要犧牲自己 就你不能第一個就去拿那個蛋糕 一定大家都拿完 然後自己就不吃那個蛋糕 所以我在外面都沒吃飽過 那傅天穎的爸爸 後來在香港做了一件事就是 把某個建築物上面的旗子換掉 對不對 然後他就被困在香港 然後就是隔一天之後就是 整個香港的... 有報道嗎 有 就是頭條 就那旗子被換是很大條的事情 是不是 非常大條的事情 你是在換...你又換字啊 不是都講偉人嗎 太無聊啊 那個詞要多一點 所以他被... 等於脫離不了香港是不是 沒有 因為他那個時候 後來因為要... 因為... 換掉了之後 他跟我叔叔兩個人 就潛入在那個... 就是一般的民眾裡面了 OK 然後後來... 就埋伏當間諜的意思是不是 對 埋伏 後來沒有兩個禮拜 我叔叔就被先申請回來台灣 就是申請來台灣了 結果我爸爸 因為他們那時候都要有一個 就是那種... 就是被申請來的那種單子 政見 就是對 然後才能夠被申請回來台灣 然後後來因為... 不是每個人都像我叔叔那麼幸運 兩個禮拜就可以來了 後來就變成調井嶺 就是那個不是... 他就住在調井嶺嗎 他就住在調井嶺啊 整個就是全部都住在裡面 都很辛苦 然後... 後來到... 到那個... 我說說13年過後 因為他來了台灣 他也認識了一些人脈之後 他就終於懂了 因為有人跟他講說 那你竟然有那件事件的獎狀 而且有那個報導 那你為什麼不拿出這個出來 然後去跟他申請 結果一申請之後 馬上就下來了 結果我爸爸就... 就來了... 來台灣 就像等了13年都一直 沒秀那個東西 對啊 都不懂 那個時候很亂 那個很多東西 對 資料什麼 都不會懂 對 我想... 那個今天最後呢就是 為了要向各位的家長致敬 就是老伯伯要表演 拿著那個盤子呢 從那個位子走到棚外來 如果...如果牌散掉呢 就是... 你下一集你也不用出現了 就叫那個... 就叫潘爸爸拿槍出來 然後可以斃了 就在圈圈裡面啊 好... 來 加油喔 老伯伯 連這麼一點小時候做不好 你怎麼為... I know 好啦 妳要跟人家敬禮啦 我們要送客人喔 伯伯 好啦 謝謝各位 謝謝 送到各位的家長